芒果这一家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芒果这一家 这位是芒果 我们是芒果的姐姐 Yumi和Seline 等了漫长的一千三百多天后 我们终于重新开启新的旅程了 后疫情时代第一次出国旅行 耐心既期待又带点生疏感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得如何 相信大家都能快速适应 回到疫情前自由自在的生活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回到 出发当天的早上 美美今天也跟我们一起早期耶 姐姐等下出门咯 你好好在家里睡狗狗哦 现在是早上六点十几分 天都还没练 我们要准备去搭捷运 晴晴晨 打枣腹 尼尼尼尼尘 燃っち 别提 帮助 一 耶,我們到第一航廈了 超久沒來機場 對啊,超久沒來 整整三年多都沒來 載好多人要出 像早上七點多人也蠻多的 對啊 一出電梯或者是手扶梯 其實看到的就是星宇航空 這邊全部都是星宇航空的報道櫃台 那這邊是團體課的部分 或者是現場報道是在這 那線上報道或者是商戶場是在那邊 然後它有隨身行李的規範在這裡 那這邊也有自助報道的機器 搬機起飛前48小時至1小時完成預辦等機與報道 或現場完成自助報道後 託運行李都可以來排這邊會比較快喔 沒想到今天人超多的 對啊 而且那邊現場報道的人超多 所以正要先自助報道 請你的部分幫你回到吉隆坡 謝謝 確認一下隨身的包包 有沒有刀剪類或超過100ml的一支 超過100ml的一支 嗯 水啊或飲料啊酒類啊之類的 水等一下就會喝掉 就有代保溫品 好 我可以 謝謝 等一下要搭的就是10點20的 星宇航空前往吉隆坡 我們現在到機場了 他這邊很多道水處 比1000多好多 我們要搭的是A7 在這邊 往這個方向 左轉 好久沒有看到這個字了 因為很久沒有出過 超久的 這A7到了耶 遇到五月天 旁邊有好多音樂盒 很像很可愛 這有鹽水機喔 像我們這一趟旅程也是很臨時 買到機票 之前從來沒想過會去吉隆坡 就是 好像沒有想 往東南亞 就會想說因為東南亞比較近 等過幾年再去也可以 那現在就趁年輕先飛遠程 可是我們 有啦 近的跟遠的都會去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結果我們是要搭的是這堂啦 剛剛一直拍隔壁的那一堂 有多台鮮魚航空 我們等一下就要登機了 根本是10點20起飛 那今天提早10分鐘嗎 我們搭乘星宇航空的機型 是321neo 是收藏型的載體客機 首先會先看到商務艙 走到兩邊的前後各有2席座位 共有8席座位 路過商務艙 是可以全平堂的商務艙座椅 希望下次可以親自體驗 而不是路過 再往前走就看到經濟艙了 左右兩邊各有3個連在一起的座位 共有180席座位 加上商務艙共有188席座位 我們的座位2、3AB到了 現在有我們的位置 它有附小枕頭 是蓬蓬的耶 蓬蓬的 還有一個毛毯 它這裡面還有一些安全說明 這個是清潔袋 還有一些雜誌 焊肌上面最便宜的雜誌 都賣化妝品 對呀 還有附一個耳機 它是服這一種 頭帶式的耳機 其實這個卡的好緊 我剛剛原本想把保護品塞進去 不用塞不住 對啊 每每出錢囉 我們要請進去 請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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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保定 全程建築使用 方向類面前提 現在請進行車安全帶 數字準備 收好參桌及腳踏板 疫情這幾年 航空業、旅遊業 以及深受影響的各行各業 大家都辛苦了 趁到疫情趨緩 各國國門相近打開 來到機場 看到準備出發旅行的人潮 擠滿報到櫃檯 內心是真的無比感動啊 原來曾以為是西雄平常的出溝旅行 會因為病毒變成奢求 還是有錢也買不到的自由奢求呢 揮手過去 我們都努力撐過來了 籠罩的烏雲已經漸漸飄散 迎接我們的將是 充滿美好藍天的新時代 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經濟艙每個座位都有配備 個人機上娛樂系統 10.1吋720P高解析度的螢幕 螢幕下方設有 USB及單孔耳機插座 內附很多比較新穎的 電影、節目、音樂等等可以選擇 可連接新宇航空腹的耳機 就能輕鬆享受影音娛樂 飛行四個多小時都不會覺得無聊 它的螢幕真的還滿好滑的 機艙設計是由BMW集團旗下的設計團隊抄刀 整體是以灰色座椅搭配大地色系點綴 經濟艙的座椅是超薄椅背曲線設計 符合人體工學做起來很舒服 還有富可調整內褶的皮革頭枕 躺起來很舒服 但可惜不能往下移動到脖子的位置 腿部與前座的空間有大於一個拳頭再大一些的距離 可以讓雙腳舒服伸展 富的餐桌小小的可前後移動 高度很剛好不會卡到雙腳 飛到一定高度空姐就發給大家一人一包綜合豆果子 還有詢問要喝什麼飲料 綜合豆果子調味適中鹹度剛剛好 還滿好吃的 飲料部分我們點了一杯 戰藍宇宙2.0和蜜桃氣泡飲 戰藍宇宙2.0的顏色看起來好美好夢幻喔 好喝嗎 很特別的味道 其實還滿好喝的 喝起來還有淡淡的乳酸味 再來就是蜜桃氣泡飲 兩個比起來這個味道就比較淡 這個比較淡 我們的飛機餐來了 這次有胡同鹽沖美國牛培根丼 和墨西哥風味燉雞佐奶油飯可以選擇 因為我們沒有吃牛就選擇吃墨西哥燉雞 其餘航空的餐具是不鏽鋼的 有附胡椒粉牙線棒 吃子雞和餐巾紙 墨西哥風味燉雞佐奶油飯 義式香醋菇沙拉 芝麻戚風蛋糕 新鮮水果 原味餐包加奶油 準備開吃了 原味餐包摸起來冰冰的 我比較喜歡吃有加熱的 冰冰的吃起來也不錯 奶油也好吃 原本以為這個會辣 可是吃起來完全不會辣 很合我們的狗味 我這邊看我以為是辣椒 我覺得它的花椰菜料理的不錯 煮的軟硬度剛剛好 也沒有煮太久發黃 難得飛機餐的花椰菜料理的不錯 我們以前搭飛機 今天是桌子有那麼小嗎 沒有我覺得這個比較小 這個餐盤放上去 加兩杯飲料放上去就滿了 再來是義式香醋菇沙拉 有生菜和菇菇 吃起來很清爽 味道很平淡 芝麻戚封蛋糕 這個蛋糕出乎意料的好吃 就是卷上看 因為台灣很甜 都吃起來 我平常好像對芝麻都還好 對我沒什麼興趣 我覺得像這個還不錯 最後就是吃新鮮水果 台灣的水果好吃 新鮮魚的飛機餐好吃 新鮮魚的飛機餐好吃 機艙內的洗手間 靠近商務艙有一間 在機艙最後面有三間小小的 我們搭乘那天 機位約九層滿 雖然需要花一些時間排隊 但不至於等太久 衛生紙也有新鮮航空的圖案 魁尾三年多 終於可以飛出國旅行了 魁尾三年多 我們選擇搭乘新鮮航空 看齊後疫情時代的第一趟飛行 也好想一探究竟精品航空 到底有多精品 從報到櫃台開始 登機過程 機艙空間 舒適座位 個人娛樂設備 到飛機餐 處處充滿美學設計 看得出許多用心的細節 以及機長與空姐們的細心服務 讓我們感受到安全與安心 第一次搭乘新鮮航空 整體感受 真的可以給滿分五顆星 剩下五分鐘 比較多 比較平衡的手機 因為 很輕 看到土地了 入住 未放各個錢 一般的 不是 很不習慣 有欲望 會晃的乾脆 我還以為說很平衡 這裡有一台 裝聾航空空置 喜歡看外面是好天氣耶 今天是從台北至15度 我們來到32戶的雞肉坡 那這個是噴液器嗎? 準備喔!下飛機啦! 下飛機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記得訂閱芒果這一家 開啟小鈴鐺 就會收到我們每一支新影片的通知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 有脈瘤耶